今天我們要做的是素食的XO醬 那影片中這是參考食材 有面長金針菇 那梅干菜呢 買回來的時候 它這一整顆要把它拆開來 洗6到8次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的沙 所以事先先將梅干菜泡水 把它整個泡開 然後在水裡把它洗乾淨 那現在看到的這一碗就是洗好了的梅干菜 然後另外有杏鮑菇跟薑 那因為製作這種醬它比較麻煩 所以通常我會一口氣做一定的量 首先先將梅干菜切小段 因為我們是要做成醬 所以就把它切細一點 切碎一點都沒有關係 整個切好之後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金針菇也把它切小段 那記得金針菇底部髒髒的部分把它切掉之後 如果你個人覺得有需要 也可以把它洗乾淨 接著面長把它切片 切片之後順著它的紋路把它撕成一絲一絲的 那撕開來之後一樣再把它切小段 基本上這個配料呢 基本上這個配料呢 它的切的大小會都一樣 都是把它切成小塊的 接著切薑末 那因為影片中有看到 我煮其實有一個相當的量 所以我這邊準備了兩塊的薑 我會切一大碗的薑末 我會切一大碗的薑末 那薑一樣切好放在一旁備用 接著處理杏鮑菇 杏鮑菇我們順著它的紋理 把它撕成長條狀 接著再用菜刀把它切小段 那切好之後就放在一旁備用 乾香菇把它泡水之後 我這邊是用剪刀下去剪 接著再用菜刀把它切丁 大家也可以一開始直接就用菜刀下去把它切長條 就是看個人的方便 那香菇切好一樣備用 接著先拿一個乾淨的鍋子熱鍋 然後加一碗的葵花油 把薑末炒香 接著倒入杏鮑菇丁 我們要把這個杏鮑菇 跟將均勻的混合以外 同時把這個杏鮑菇多餘的水分把它炒乾 那杏鮑菇把水分炒乾之後 它體積大概會小一半 炒了差不多之後加入金針菇 仔細的一起把它拌炒一下 整個拌炒均勻之後就放在一旁備用 那我就會用鍋子裡剩餘的這些油 那接下來拿另外一個乾淨的鍋子 倒一碗油 油熱了之後倒入香菇 把它爆香 拌炒均勻 整個香菇炒香了之後 我會把這個香菇丁撈起來 放在一旁備用 那我就會用鍋子裡剩餘的這些油 直接炒梅干菜 把梅干菜跟剩下的油均勻的拌炒一起 然後把所有的菜把它炒開來 那接著我會在裡面直接調味 先加上一些醬油膏 把它拌炒均勻 再加入一湯匙的冰糖 那梅干菜整個炒好之後 我就跟剛剛的那一鍋 先暫時放在一起 拿另外一個乾淨的鍋子 熱鍋 然後加一些油 接著我們要來炒麵腸 那麵腸我們要反覆的下去炒 把它炒到整個有一點點膠 有一點點酥 那這樣子的話吃起來就會更有口感 那整個麵腸炒到微焦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剛剛炒好的梅干菜跟菇 倒在一起 然後倒在一起之後 就把它整個拌炒均勻 那因為這個蔬菜很多 所以它剛剛只加那樣子一點點的醬油膏 是不夠鹹的 那所以我們就再加入些許的醬油膏 那因為我們這次要把它當作醬料再用 所以我們味道可以加的足夠一點 再加入少許的沙茶醬 把它拌炒均勻 然後我想要讓它有一點點微辣 所以我們再加入我們自己做的麻辣醬 調味料都加進去之後 記得要均勻的翻炒 最後加入半碗的米酒 把它整個拌炒均勻 那我們要這樣子反覆的翻炒 12到15分鐘左右 就是因為我們要把它做成醬嘛 所以就是盡可能的稍微把它煮到 有一點糊 就是有一點醬的樣子 那接著炒了10到15分鐘之後 我們就關火可以裝灌 那我們這個就是當作我們平時在炒菜 或者是炒飯的一個配醬 那基本上這種醬因為它如果保存的乾淨的話 它其實可以保存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因為事先準備比較麻煩 所以呢剛剛可以看得到我使用的材料 它煮起來就會有個相對的量 那煮好之後我們就可以放在冰箱裡慢慢的吃 再煮一會兒 再煮一會兒